三個動作,三個三個,三個動作一個動作不能多也不要少 做完之後的話,我們基本上會在聚集這個位置 所以開發人員,然後聚集點下去 就這兩個,一個是清掉,一個是加上去,這個還蠻簡單的 然後你可以把它Walk,執行的話就是這個按執行 它就幫你輸出了,你可以看結果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再清除,那只是說你會想說 老師這個這樣有點麻煩,你是要從這邊進來 所以假設我在常用,我還要切到這邊,然後還要切到這邊 它再跳出來,再執行,這樣好像有點麻煩 可不可以讓我更簡單的方式可以執行這兩個聚集 那其實這兩個聚集,其實就是兩個VBA的程式 只是說這個結構我們待會會跟各位講 背後的程式到底長什麼樣子 不過我們慢慢來,如果我想要讓它更方便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是不要在這邊執行 而是希望可不可以在旁邊幫我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的名稱也許就是叫這個,串接聚集 一個按鈕的名稱也許叫做這樣,叫做清除聚集 好,就是類似這樣,這兩個,然後按這個執行 按這個清除 那怎麼做啦,基本上就是說呢 你可以看到那個開發人員下面有一個這個 有點像一個什麼,這個像是一個工具箱 然後呢,有一個板手,一個螺絲起子 這個就是它的工具箱 這個工具箱呢,裡面你把它點擊之後的話 它會有一個叫做按鈕的東西 在錶單控制箱這個地方 有一個叫按鈕,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假設要增加按鈕 但它還有別的啦 你其實可以做很多的功能 有點像可以把以上的這個上面的試算表 做一些控制 你做什麼它會自動給你什麼東西 那最常用的是按鈕 那如果我剛剛的功能很簡單 我就先點這個按鈕一下 那你把它移到這邊,它會變成十字 這個十字有點像是那個小畫家 你要畫矩形啦,所以你按住不要放 像右下喔,有沒有,拖拉 那這麼大,放開它就按鈕這麼大 有沒有,所以你要大,要小 自己可以調整 然後假設這麼大好了,放開 好,那目前沒有喔 不過它會先問你幾個問題 欸,請問一下你這個按鈕按下去 它要執行哪一個句集 那我要執行的是這個,串接句集 然後呢,上面的名稱叫什麼 所以我把名稱,因為上面的名稱叫做串接句集 好,那因為如果你要自己打 我覺得不方便啦 所以我乾脆把它複製一下 所以選它,然後並且把它的名稱複製 接著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看到這邊叫按鈕1對不對 那我剛剛有把那個名稱複製啊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按鈕名稱 它並不會直接就幫你把那個什麼 串接句集這個名稱放過來 其實我覺得它應該直接放會比較貼心 但是它沒有 沒有,怎麼辦,沒關係 自己複製貼過來 一樣嘛,只是多一個步驟而已 好,這樣子有個按鈕了 這個時候你就點旁邊一下 因為它剛剛是一個設計模式 點旁邊之後呢 這個時候按鈕就出現了 再來呢 欸,我們想的是不是跟實際上一樣 所以你按它一下 這個按下去了嗎 欸,它有work了 欸,那再來一個清除 所以再一次 所以再點這邊一下 實際的地方,在下方 你再找一個位置 拖拉一下 有沒有,大小 不過說真的很難剛好一樣啦 不過盡量做到一樣,放開 然後這個叫清除 那一樣的道理,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再按確定對不對 接下來把那個名稱一樣 記得喔,這個是設計模式有沒有 那你再點這個按鈕2的前面這邊 把它delete掉 貼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個時候你點它還不會有work 因為它是設計模式 所以請你點旁邊一下 它就有了 OK,那你再按一下清除 看一下,欸,清除聚集 欸,也work了耶 所以其實喔,應該還蠻方便的 以後你要做什麼事喔 就是你工作只要是 重複的動作 你就把它錄成一個聚集 然後再插入按鈕之後的話 那個動作它就會自己全部完成 你就不用再動手了 那比較適合就是 大量重複性的動作啦 這個其實真的還蠻方便的 那你想說,老師我一行程式都沒寫 應該不是我們寫 是Esser到底幫我們寫了什麼程式 怎麼知道寫了什麼程式喔 其實你可以從 先從清除好了 然後這邊有個編輯有沒有 所以我如果假設你想要知道說 到底 Esser到底幫我寫了什麼程式喔 其實你可以從這邊 按下什麼編輯 那按下編輯它會跳一個畫面 就是把那個程式顯示給你看 這個程式其實就是顯示在Video Basic 所以其實按編輯 其實等同就是幫你把那個 Video Basic給呼叫出來 OK 不過啦,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因為全部都是程式嘛 OK 所以應該會又更難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慢慢累積 我們也不要一下子太難的東西 所以我想要知道說到底 那個Esser到底幫我寫了什麼程式 那我按編輯 你會發現呢 它會自動幫你跳出這個 Visual Basic的畫面 並且幫你把什麼 把你的那個程式跳出來給你看 在這裡 欸,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看喔 它的結構一定是長什麼樣 我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這樣 因為這樣縮小會看起來 比較兩邊可以比 所以喔 剛剛的這個清除聚集對不對 它的結構一定是 在這裡 清除聚集 然後它的頭一定叫做Sub 然後結束的地方在哪裡 叫End Sub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它的開頭 這是它的結尾 那因為我們做了三個動作 有沒有還記得吧 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把油標放在一二儲存格 有沒有 所以 如果假設你們要看 我是建議啦 如果假設你的Visual Basic 這麼大 它一定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把它縮小 為什麼把它縮小 因為你可以移過來看一下 有沒有 這樣會比較具體 那到底我們剛剛做了什麼事情 你就可以回想一下 比較可以不用在那邊用腦袋想 你就直接看就知道了 然後呢 這邊總共會幾個動作 所以我把這邊 其實等一下可以把它加上一些註解 那你們慢慢可以看 這邊 可以把上面這些單引號開頭 把它Delete掉 這個沒關係 那只要是單引號開頭的 都叫做註解 註解的話就是不會被執行 那是可以寫給你自己看的 那主要就是讓你知道說 你到底做了哪些動作 所以剛剛清楚好像三個步驟吧 有沒有三個步驟還記得吧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第一個步驟 單引號開頭 油標放在一二儲存格 所以它就幫你寫了這一行程式 這個程式叫什麼 Range12.slater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在VPA裡面 要把油標放在哪一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你就可以寫成這樣子 Range 所以會改的就是一二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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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標 然後由再來的話 第二個動作 是做什麼 Ctrl Shift向下對不對 所以如果Ctrl Shift向下的話 其實就是寫成這樣子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按一下Delete的話呢 那就是 其實主要是這個啦 叫Clear Contents 這個方法 所以一二三 那當然啦 我是建議你可以自己在這邊加個註解 那註解的話就單引號開頭 把它加上去 那另外的話你也可以參考一下那個雲端上面 我這邊其實有一個是寫在這裡 OK 應該基本上都一樣 那我偷懶一下 因為這個要打很多字 所以我直接拿這個來放上 那至於後面要打的字 你可以打你自己看得懂的敘述啦 這個不一定要跟我一樣 這個只是寫給你自己看 以後你怕忘記的話 那你回頭看 然後你就知道說 原來我們做了這三個步驟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第一個喔 OK 第二個的話一樣 所以呢 串接還記得啦 我們串接聚集一樣是三個步驟 所以這三個步驟一樣在這裡 我偷懶一下 有沒有把這個 那所以待會你們試試看 最好是自己打上去 然後就是一二三 這個 有沒有 一有標放在一二儲存格 二的話呢 輸入公式 三就填滿 那其實Formula就是公式嘛 AutoFill的話就是自動填滿 OK 有沒有 所以其實它這個 其實都是有一定的意思的 那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主要兩個重點 第一個喔 請你先 在這邊插入兩個按鈕 插入按鈕有沒有 增加第一個 增加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到聚集裡面的編輯 編輯的話呢 它會跳這個Visual Basic 不過可能你們第一個會面臨到問題 應該是這個啦 就是工具選項裡面有一個叫撰寫風格 我印象中它預設的字好像是九號字 這麼小 有沒有 這樣看好像 如果有點老花的應該會看得很辛苦 所以你可以把字放大 工具 選項 撰寫風格 有沒有可以把這個字稍微放大 我是推薦大概十四號字左右吧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再來的話就是 你們看一下那個錄下來的程式嘛 理論上應該都是三行 三行 應該是三行跟四行 可能你會錄多 表示你NG了 因為你多做 多做就多 多的話 你說老師那可不可以刪 是可以刪 不需要的把它刪掉沒關係 然後呢 試著在這個上方加註解 單引號開 記得我是單引號 OK 畫面先 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程式的部分 在雲端白板上面 你們如果要加註解的話 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十四頁 第十四頁上面也有